哈喽大家好,我是叶体老师 欢迎收看土木戏在干嘛第六集 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 诶,究竟土木这个领域 大公司和小公司有什么差别呢? 他们分别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鲜人 我会推荐你去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呢? 那看我们这集 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有所收获 首先我们先来讲讲 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 我们要知道土木这个领域 其实是历史十分悠久 而且体系也是十分庞大的传统产业 我们要想成为一家大公司 我们必须至少经过 我觉得二十年三十年 或者是历史政治脉络的累积 我才能成为一家大公司 比如说我们营造业有分三个等级 丙级 首先你一开始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老板 你要创业 你只能创丙级营造业 那你必须要有三百万的资金 那你可能在这个打拼了 累积了一些 一些营业额 一些经验之后 你就可以升等为已级 然后再者一样的道理 你就可以升等到甲级 那甲级已经是营造业的顶了吗 不一定 有些老板可能做到营造业甲级 就会觉得说 我都在做别人的工程 好像不太好 好像还有更好赚的 所以我就去开建设公司 那甚至也有些是反过来 一开始就做土地的 那他开了建设公司之后 又开了营造厂 就是等于说你买地卖地 和我做工程就是合而为一 这样一条龙 买地盖房子 然后再卖地 好像整条龙都是我在赚 好像很好赚 那我们再回来讲 有哪些大公司是经历过这些 我们所谓的磨练 二十年三十年 让他成为一个有制度 有体系 什么很有经验的公司呢 比如我们很熟悉的三中 中华工程 然后中兴工程 中顶工程 就是我们土木界的三中 他一定都是大家公认的大公司啦 那再来还有一些 比如说远雄建设 我也觉得他算是大公司啦 毕竟人家都上市 有资本额账 那小公司呢 也就是像我拿我前一家公司为例 那叶迪老师我是大学毕业之后 就考进公职 我当了两年公务员 出来之后 首先我去了一家小公司 那个时候是在人力银行上 这个老板找我 那后来我才去发现 这个老板其实他以前也不是从事土木界的 他也是 大概是可能某一天做了一个案子 就发现 土木怎么那么好赚 他就来自己开营造厂 他也是从什么都不懂 但是他拥有老板的特质 就是不懂的就学 不懂的就学 那这样他就慢慢的 现在也做到一级的营造业啦 虽然我认为他的公司规模还是蛮小的啦 就是还是正在走向逐渐成熟 但是要论这个成熟的这个程度 绝对也没有那些大公司来的好 那这就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主要的差别 那我们讲讲优缺点 你会更了解吧 所谓大公司基本上就是很有制度啦 你最上面的董事长 一般人可能很难看到 你一进去就是你是一个小职员 那大公司的好处就是制度完善 比较会遵守劳基法 比较啦 虽然我目前听到也有很多大公司不遵守 什么叫制度完善 你进去你不怕没人交 那你也是有很多前辈可以问 你不太怕做错 你会几乎是很少会有犯错的机会 你就想象成是一个已经游乐园 你去六福春玩 那你其实不太容易出事对吧 因为你每一个环节 你去游乐园玩 你的背包有没有扣 你的袋子有没有扣 你东西有没有放好 眼镜有没有脱 都有人帮你把关 那这就是大公司 你有制度 你每一个关卡 你每一个不会的东西 都会有你的主管带你 而且并且都是直属的这样下来 那小公司在这点上就没有 有时候你去小公司 你就知道 他就是你的上面可能就是你的老板了 那你老板不知道怎么做 他就叫你想办法 那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就问老板 基本上好处也就是小公司 老板能决定一切 所以说这点来讲 优点就是小公司比较有人情味 那他同时是一把双面刃 人情味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跟老板协商 你可以直接的面对老板 去协商说 老板 这个怎么做比较好 他就跟你说 那你就这样做做看 你做失败了 老板也基本上不太会说什么 因为小公司你做一个尝试 比如说你要做开挖 你要做什么工程 他失败的几率会比大公司远大得多 因为你很有可能 因为经验不足 没有一些专业的技师 或者是很有经验的人在场带 所以你就很容易失败 那失败的话 老板也不太会说什么 因为小公司嘛 老板就下决策 你就其实是面对老板第一线的决策 那你可能会失败 所以小公司跟大公司比起来 他下决策失败的几率很高 但是也比较有人情 老板你可能 比如说这个月比较有难关 你跟老板借钱 老板可能就会借 你去远熊建设 你说赵藤熊借我钱 他会借你吗 他跟克文哲吵架都来不及了 对不对 不可能 大公司比较不会有这种 这种可以好说话好乔势型的余地 但是小公司这点就 我看过蛮多是可以的 而且工人比较缺钱嘛 通常会去小公司的 你要处理很多人的问题 但是在大公司不太需要处理人的问题 因为你比如说你间工人 跟你不好 或者是他在闹事 你其实叫他明天不要来就好了 但是小公司不是 小公司是你每天 那些工人 其实很多都是自己养的 基本上营造厂的利润来源 小公司就是从做工程去收取那个利润 所以就比较像我们平常知道的 做生意的这种案子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政府有一个桥梁造桥铺路 他可能发包了五百万 那你就自己老板算一算发现说 这个我大概扣掉工人的钱 扣掉什么的钱 三百万就可以做 所以老板就会派人下去做 大概花了三百万 拿了五百万就赚两百万 大概是这样 那大公司呢 比较有规模的 干那种大楼的公司 他们怎么做 他们不会这样自己下去做 他们会用分包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 我大公司 我标到了一个两三亿的案子 那我没有要派我的人下去做 那更有可能是我 我根本没有这些工人 而我有的是什么 我有的是水电厂商 消防厂商 贴磁砖的厂商 我全部分出去给他们做 等于说 我这些人帮忙 我把一栋房子盖起来 那我做 我也不是放走 我就是 我这个公司的本部的员工 就是去统整这些人 那我抽取中间的利润 我今天赚了一亿的案子 我两百万给水电 两百万给消防 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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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自己的员工 那最后 我 我就自己收剩下的那些钱 那并且 我要跟机关请款 我请了一亿 我可能工程有变更 我再追加两亿 那等于说 我上面多拿一点 我下面砍一点 利润就出来 这就是大公司的模式 他尽量 想要让自己转化成一个套利的模式 就是 我就不要亲自下去 我不养工人 我不叫工人做工程 我做的是分包 那当然有些 各位可以想象 有些在更大的建设公司 他们就是分包在分包 就是我分包给消防部门 那消防部门又再分给下方消防去施做的这些人 就是利润 他就分给 等于说 这要什么 专业施工 我全部都交给专业的 可是小公司 他并没有一个专业分工的概念 小公司基本上就是 全部都是自己做 那想当然而 我们就不能接太专业的案子嘛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土木 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怪手 我们小公司还是要有一些必要的人才 像怪手司机工地主任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技术工 会用工具的工人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你说 这很难吗 其实有一些小的不会 比如说 他叫你去马路补个洞 其实就是 去 去那个柏油厂 载柏油 货车司机 又有一个货车执照的人嘛 货车司机 把柏油倒下去 那压路机 压路机水平都会开 也不用执照 那就是 会开着去开开 压马路压压压压压 就做好了 所以 这个是小公司 通常都会接这种比较小的工程 那这种很大的工程 小公司 他如果不用分包 我相信是 没有能力接的 毕竟 他养那些十几个工人 他不可能 这十几个人 就会消防水电 空调什么的 他不可能这样 所以 基本上这种 大案子一定是给大公司 并且采用分包的模式 那在分包的模式情况下 你进去这家公司 你要干嘛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负责的是 统认这些人 这些厂商 你要会看图 但是你不用到很会 今天厂商 他空调有没有装错 你不知道 但是我们是责任施工 比如说今天 一下雨 这建筑物水管没装好 我们叫拜管 失败的拜 拜管他就会漏水 那你就是负责 漏水漏水 赶快去修 派人去修 那有时候 我们还要负责 厂商跟厂商之间的协调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 装了一个空调的厂商 他空调会有给排水管嘛 那那个给排水管没装好 那个水一直滴 那是不是叫水电的去协助 那这时候 你就要负责去协调 空调厂商和水电厂商 让他们去做一个协调 到底要怎么做 怎么配合这样的做法 那差别就是 你并不需要管这些人 如果有人在工地闹事 你其实只要对 你下包商的老板 就说 麻烦你这个人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工地 如果你不管好他 我就扣你钱 类似这样 那当然你就把这个管理工人的责任 去分到这个厂商的老板身上 但是在小公司不是 小公司全部都是自己的员工 小公 他甚至就像我刚刚说的 小公司的员工 可能有些已经是老板 培养很久的员工 甚至跟老板有一些 就是跟了很久啦 就有感情了 你就很难管这些人 你不可能叫他明天离开 因为 他可能比你早来这个公司 也做了比你久 而且 他可能老板又是很好讲话的人 就这样 那但是像我刚说的大公司 你今天有一个员工闹事 这个员工请问他认识赵腾熊吗 不认识嘛 就算认识 他也不可能是这种小公 你认识赵腾熊的 基本上也不会轮到你来管啦 你知道吗 就是基本上这种 大概就是这种模式 各位可以想象 好 我们大概 因为这个很多说不完啦 我大概 只是大概举例 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 那在年终上 小公司就要看公司有没有赚钱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小公司老板很好讲话 但是 就是有点你要变成他的创业伙伴 如果老板没赚钱 是有可能你连年终一个月都没有 就是没有年终 那好讲话他有赚钱 那有些很大方的老板 当然愿意分你很多钱 但是上次公司来讲 就是比较稳定 基本上一定会有年终 而且根据报纸写 像那种远雄还是哪里 去年就发了十个月吧 算是蛮多的 就是营照业的年终 差不多都在落在三到十个月之间 所以在年终这一部分来讲 还有三节奖金来讲 就是我们所谓的制度面 一定是大公司比较完善 而且员工旅游啊 福利什么的都是大公司比较好 而且加班基本上都有加班费 当然少数的我不讲 我听过有大公司没有加班费的 那这个就 如果你有经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觉得真的是 今天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毕业的新鲜 你什么证照都没有 我会接你先去大公司 学一个正确很好的东西 因为毕竟小公司很多时候做工程 都是用一些不正确 而且老板会为了省料赚钱 应该不影响自己公司结构安全 会影响到自己很严重的事情情况下 老板通常会做一些偷工减料的事情 但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使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可能就会偷工减料 但是在大公司这些都有很完善的制度去改善去建立 让你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所以这就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 如果你今天刚毕业 会建议你去大公司发展 那如果你做久了有经验了 你再去小公司也不止 当然小公司为了挖角人才 它是有可能开得比大公司还高的薪水 就这样 那如果你今天有研究所毕业 我会建议你先去那种非常大的公司 应征看看不错的职位 像我同学他成大数毕业 他就去世西吧 担任也是蛮凉的 凉凉的零五万周休二日 那就是有点技术类的啦 对 所以今天不管是顾问公司 还是营造厂还是建设公司 我都会建议你说 你如果你是一个新人 你去一间比较大的公司 大概两年知道正确的施工是怎么走 正确很重要 如果你在小公司你不知道正确 你一直学那些歪理歪七扭八的东西 那你其实这些东西就是 你会不知道真正应该怎么做 我会建议你说 今天其实公司大公司他学到的 就是他的自由度没那么高 老板没那么好讲话 同事可能也比较冷冰冰一点 但是你可以学到正确的东西 之后你就可以再考虑说 要不要去小公司还是去哪里 就这样 我是叶体老师 今天同事系第六集 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就讲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